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2日 星期日 這一節就想跟大家說說香港的 政治 香港政治本來大家都未必很有興趣 但是這個新聞我就覺得不跟大家去討論 事源就是早兩天才剛剛 揭露 鄉黑的大聚會 有何君堯 陳恆斌 還有一大堆建制的人民 還有江湖大佬 整個飯局竟然就客延出現這個民主黨的李華明 當時我們就已經有評論 這些就是所謂 在香港搞政治的人 他們的真面目 就出來了 說到尾就是一句到尾 要賺錢 最新 的訊息走出來 就是這個已經 完完全全 倒向建制派的李華明 就有消息 放給 香港人 以及香港的所謂民主派 事源李華明說自己 在不同的渠道 收到來自中共的訊息 坦白說 李華明說之前 我們早就知道 實際上 也不需要收到甚麼消息 中共 希望有民主派 參選接下來的香港 變形選舉 這個就是一早 一早就已經 看到了 只不過來自 投共的李華明 確認 這個事實 這個意思 詳細做政治分析 以及評論之前 希望大家就是 繼續支持六部曲 你聽著這個節目的時候 本台正在雙頻道廣播 星期二得道的主頻道 以及後備戶口 星期二日報 希望大家就是兩個頻道都支持 只是 很簡單而已 就是兩個頻道 都是繼續支持六部曲 包括 節目按like 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社交媒體分享我們兩個台節目 一邊看節目 一邊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可以一邊看的時候 一邊播放另一個 頻道的節目清單 一有空就可以過去手動點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免費模式 跟大家繼續說這個報導內容 事源就是香港修改了 日後 所謂立法會選舉的制度 甚至乎參選立法會 也可能需要取得五大界別 有新的五大界別提名 民主黨的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 就是接受建制派的傳媒 訪問 建制派的傳媒 叫做兼雜誌 在訪問裏面 李華明 就是清清楚楚 他說到 他收到中共的訊息 他還要強調 就是那個訊息 來自多方 不同的渠道 這個訊息就是要他 去向這個 民主黨中人發訊息 這一點也要說清楚 李華明現在自己也是民主黨中人 為甚麼你是民主黨中人 還要你去 向民主黨中人發布這個訊息呢 本身你就 已經是這個中間人了 只不過更加有不同的渠道 向你給意見而已 你就是在做這個procurement 中文 廣東話 說得白一點 你是在做扯皮條的角色 扯什麼皮條呢 他就說 想民主黨的人去參選 甚至乎是 民主黨派出哪些人去選 哪些人沒有得選 這些來自中共 所謂不同的渠道 其實這個渠道大家都很清楚 一看你就知道 你跟中聯辦一直都有溝通的 所謂建制中間人 就是要勸民主黨 繼續找人去選 很明顯 我們之前也分析過了 很多朋友跟我們說 很多時候看新聞 香港政治 就是大家都看不明白 因為你會關心政治 其實就是不正常的香港 絕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關心政治 你就知道政府做的事 多麼討厭 你很快就會變成覺醒 很快就會變成黃絲帶 你也很快就會看不慣這些 經常 就是跟 中共保持所謂溝通 的人 這些做法 你就很快就會看不過眼 到最後 你就會非常痛恨這些政客 然後你也會很痛恨政治 無他 我如果告訴大家 政治很乾淨 很廉潔 充滿希望 絕對就是謊話中的謊話 實際上 政治 就算是香港那麼小的地方 不過香港其實不小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甚至乎就是比倫敦更加 是國際金融中心 所以香港的政治 可以告訴大家 絕對就是骯髒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人 從小時候都會聽 父母一定會跟你說 政治最好不要碰 政治就是骯髒 其實他們的確就是在說一個事實 今天 這個新聞清楚告訴大家 所謂政治有多麼骯髒 香港來到這樣的階段 差不多香港是幾百萬人覺醒 再到了現在大量的人就是被政治迫害 這樣的狀態之下 還有這些 這些還是民主黨黨員來的 的人 出來跟大家說 我們預備參選 繼續參加 中共 核下的 特殊選舉 本來也不是最重要 但是你能參選 到最後 你要叫甚麼人投票給你呢 你不是叫建制派的支持者投票給你 到最後 你又是叫香港人 反對中共的人 叫他們 含淚投票給你 換句話說 你明明就是在反抗的香港人 就是endorse你去做這件事 那還夠不夠骯髒骯髒呢 就是大家一次又一次就見盡這些政客 政棍 就是出賣香港人 這個就是出賣香港人的意志 香港人2019年2020年2021年 就是清楚告訴 港共和中共 我們現在向你say no 說到接下來的選舉也是會杯葛 會投白票 其實 你們就出來預備 要討論 還要討論 有沒有搞錯呢 請問 你們就預備出來討論 還是要醞釀 到底選還是不選 你還要選完之後 最後你一定要叫香港人 投票給你 建制派支持者就不會投票給你 你一定是叫 香港支持民主的人 投你一票 簡單來說 你就是陷香港人於不義 逼他們 明明是反對這個港共政府 中共 北京 你偏偏 就要逼他們 就是忍痛 到最後可能真的 沒有得選 又說要投給你 你刻意去製造一個 局面 迫使支持民主派的支持者 迫於無奈 到最後也是可能真的忍不住 要投票給你那些參選人 這個還不是一個綁架是什麼 那個是一個假的選擇權來的 跟綁匪 綁住人質 然後給你一支鄉 叫你隨便殺一個人 那個絕對不是香港人的選擇 你竟然就是幫綁匪 一起去做這件事 跟選民說 這個到最終是你的選擇 你跟做綁匪有甚麼分別呢 請問 坦白說 當然李華明 不能夠代表了整個民主黨 民主黨裏面有很多不同的人 竟然連劉慧卿最近也出來說 繼續參選就是屈辱 說真的 連劉慧卿也說得出這句的時候 為甚麼你們的黨 還可以成立內地政制委員會呢 還找張文剛出來帶隊 繼續研究怎樣向北京 就是下跪 坦白說 其實你們 那些黨員 你們自己向北京下跪就沒有所謂的 你喜歡投共就投包他 但是你要出來參選 叫選民 說真的 投票給你的 我也覺得已經等於建制派了 你還要叫香港人 特意去投票給你 我認為你這件事跟 強姦香港的民意沒有分別 到最後 你又是 做了一些民調出來 然後又說 民主派的支持者 到最後可能也是支持你去參選 所以又是會投給你 有時候說香港政治 是令人很煩意的一件事 我又不想做甚麼預測 這不是預測 這純粹是推測 但是這件事會發生的機會實在太大了 坦白說 不發生也好 不發生也好 我也不會給你掌聲 根本不發生這件事 就是你份內應該要做的事 香港人還是要浪費那麼多的力氣 去鞭撻他們 叫他們不要做一件擺明是錯的事 香港有時候那種 淪落和可悲 到底是不是自己促成呢 我也不知道 現在香港也搞成這樣 還要 花十幾分鐘最低限度 聽我說 我又要花十幾分鐘 去評論你們 香港人跟香港是否很可悲 不是想負負能量 只不過這班人 想跟大家說 他們20年30年都已經是這樣的 完全沒有改變過 上一代 因為沒有能力改變他們 結果他們就是不斷重複做這些事 去到我們那一代 似乎還是沒有改變任何東西 只要是不停禍言下一代 算了 大家也知道 大家也沒有心機聽這些事 這個絕對是一個負面的新聞 一大堆 糾賊證棍 你說明 香港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香港畢律就死 是港姦手上 一大堆 沒錯 再次講到這 那就算了,好,拜拜